没有发现人家已经困积了五千颗以上的火箭炮火箭弹 而且一戏之间没讲出来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所有说以色列好话 或者是把以色列说得跟天一样的 说他们是全地球上前三强的军队队伍 或者说至少前五强的这些人 现在开始都有些舌头打劫了 这话怎讲是以色列已经公开的向美国很穷 而且还说他们的炮弹用尽 光是这两句话就已经是够求了 如果再加上他们的摩萨德 竟然是在这三十几年里面完全被骗了 没有发现人家已经囤积了五千颗以上的火箭炮火箭弹 而且一戏之间飞降过来 这样的话光是这三件 其实以色列就已经真的是求逼了 更夸张的是在他所谓的和平音乐节的时候 是在这个时间人家发动攻击 表示摩萨德完全在睡觉 这几项事情都让以色列的整个所谓军事力量 令人觉得是不是他们的年轻人 或者是他们的中壮年人都去打手游去的 或者都忙着在打线上游戏的 因为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普遍现象 看起来只要是资本主义国家 或者是高度的经济发展国家 都有这个问题 也就是都十分的不惊打 经过这个阶段的检验 大家可以看出来 以色列所谓前三强也好 前五强也好 看起来就有些像纸老虎 这个纸老虎而今到现在为止 可以说已经经过了十一二天 这十一二天它结果是什么 是它的铁穹防御系统几乎全部用完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如果黎巴嫩曾组长 如果一下子再发射四五十万枚 那怎么办 我们请注意 黎巴嫩曾组长已经宣称有多少火箭炮了 它宣称至少有十三万枚 而且这个事情是经过美国也认定的 它至少有四三万枚 可是如果至多 它的弹药库可以出伤到二十五万枚 但是请大家注意 是十月七号凌晨 哈马斯仅仅发动了五千颗的攻击 就已经把铁穹快挥用光了 这回曾组长也只不过是侧面的协助 每天发个几十发 铁穹竟然真的就已经用到快完全见底了 那么曾组长如果再发一万枚 两万枚 五万枚 十万枚呢 请问铁穹还能挡得住多久 也就是在黎巴嫩曾组长还不需要现身 或者不需要大量的军队开过来之前 全用火箭炮 那么请问以色列能撑多久 看起来以色列确实单独挡不住了 和过去说 以色列它一个国家就会打所有阿拉伯兄弟们 这种局面是真的已经不同 因为时代不一样 光是火箭弹 再加上无人机 其实就已经非常难打 而且制作成本低 偏偏防御系统的成本非常高 它高过多少倍 高过百倍以上 那么你认为以色列有多少的能耐 可以不断的抵挡 从四面八方来火箭弹呢 我说过整个中东到西 至少有十支队伍 可以形成是阿拉伯 不同国家所组成的联军 而且加总起来 那个总队伍数量也不会低于36万人 光是一个真主党 他的总兵力就介于四万五千到十万之间 更何况加萨走廊的哈马斯 你都还没有把它禁空了 但是我们听到 当时候以色列说的是什么 以色列是要迅速的把哈马斯给禁空 现在哈马斯啊 根本就还没有完全解决 加萨走廊还在放心为爱 而整个以色列已经哭穷了 拜登人都还没到 以色列先喊穷 大家听清楚 这可是犹太人的国家 犹太人号称是主导美国的经济 至少百分之六十以上 包含军工产业 还有金融产业 再加上资讯软体 跟互联网产业 换言之啊 这个犹太人可不是一般的民主 他是真的非常有钱 著名的罗斯查尔德家族 就是属于犹太人家族 那么请问既然他们这么有钱 为什么在这里仍然喊穷呢 简单讲 是因为整个军工生产啊 并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应付 其他大量的攻击 也就是说 你就算占有很强的防御系统 他是需要成本的 而这个成本呢 正好他最大弱点就是 面对小型无人机 以及轻装 并且成本很低的火箭弹 他应付起来的时候 虽然是可以拦截 但是没办法全面拦截 顶多拦截半数都不得了 再者拦截的成本是百倍以上 至于这种简单的无人机和火箭弹 这一辆相对比 长期耗下去 那是谁倒呢 当然是被攻击这方倒 也就是说 由于战争模式变了 所以全世界军事关家 眼睛真的跌破了 因为他们没有思考到成本问题 只认为以色列军事非常强健 说句实在话 当摩萨德没有办法发现 他们已经建立了几千条的地道 而且深达三十公尺以上 还有没有办法发现 在和平月节的时候会被攻击 更没有发现 哈马斯有五千火箭弹 会请洪荒之力背将过来 光是这三项没发现 更没有发现 哈马斯跟珍珠党以及 叙利亚再加上伊朗 以及密会两年以上 光是这几项 其实就已经说明着 以色列其实没有那么坚强 而且这场仗 以色列也没有绝对能胜的把握 恐怕两边会失去立地 而且拖的也许就像乌克兰战争 那么久 甚至更久 感谢你的收看